大家好,这个视频呢,我们重点来学习我们水电工经常遇到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打掉筋的时候,打膨胀螺丝的时候,遇到了钢筋 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想换位置 在我们安装配电箱的时候,如果我们换了位置,配电箱就不正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换孔 还有我们打掉筋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一条线上 我们前后的来挪移位置还可以 如果钢筋是这样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前后的移动 我们需要左右的移动 当左右移动的时候,这个吊筋呢,不在一条线上 所以它就不美观,不好看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解决这个问题 以后我们就不用再担心 我们遇到钢筋该怎么办了,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来试一下 看,遇到钢筋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往下看 我们用手枪钻,把钢筋给钻透 然后我们这个钻头呢,要跟这个锤头是一样粗的 所以我们才能打,我们试一下 来点水 看,出土了 我们再用电锤 怎么样 这个方法怎么样 特别的好用吧 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的评论和关注,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